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选修自动化工程导论 我是台湾科技大学蔡明忠老师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十单元的第四部分 电脑素质控制工具机的基本元件 电脑素质控制工具机的基本元件 通常主要有速控系统 也是最重要的核心 提供程式的输入跟执行 就像前面介绍到的电脑素质控制器一样 另外有所谓的伺服系统 包括伺服马达或气油压等周边的一些驱动 提供精密的轴向控制 当然这是机构系统 负责作为加工的用途 还有镀量系统 除了伺服的回收以外 它可以用来镀量 像刀具或床台移动 甚至加工完弓箭的量测 还有一些周边 像加工零件的冷却排料 或刀机库的控制 都可以利用顺序控制器来调整 这里有一个示意图 主要的以CNC控制器为核心 那可以整合工具机的刀塔或是刀具库 另外这是各个进击轴的伺服马达 跟它的驱动装置 还有主轴跟专用型的驱动器 主要是提供高效率的运转跟缺少用途 还有伺服的刀具交换 可以提供程式更多样化的选择 当然还有其他的 刚前面提到的一些周边 那可以跟CNC控制器的一些杂像机能 或是MLC控制器来做整合 以提升整个工具机的附加价值 那电脑素质控制器的操控 那电脑素质控制器的操控 通常会提供一个意义操作的人机界面 主要会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属于CNC控制器的核心 就像前面提到的MMI 它有按钮 有螢幕显示 提供CNC各种操作模式的选项 那第二部分也是一些操作面板 比较跟CNC操作功能有关的 比如说启动 暂停 选择停止 跟轴向控制一些机能 都在这个操作面板上面 那通常CNC控制器会提供自制的操作面板 也可以让使用者自行来设计 那第三部分 比较偏机器桌边的控制跟显示 像集团开关 功率显示 还有些控制按钮跟灯号 这个主要作为NC工具机的操控的人机界面 那常见的NC工具机包括最常见的就是车场或是车销中心 那一般的大概就是两个轴 一个是G轴 那刀具移动的部分 镜像的部分就是X轴 还有一种就是三轴以上的洗床 跟综合加工机 一样有一个主轴 那跟车场不一样的地方 车场的主轴是带动弓箭 那洗床的主轴通常是带动刀具 那弓箭放在三轴的平台上面进行移动 来进行加工的动作 当然如果综合加工机 还有其他的桌边 像刚提到的刀具库 换刀机构 跟排序处理 跟清洗等桌边 或甚至有车锡复合机 可以整合在一起 提供更高附加价值的功能 那其他的CNC工具机 包括像砖床 塘床 还有放电加工机 那放电加工机 包括传统的放电加工机 跟限割机 都是利用放电原理 来做高硬度的零组件加工 尤其是模具加工 我们针对这单元进行回顾 我们介绍了电脑素质控制工具机的基本原件 事实上主要以CNC控制器尾核心 准核周边机构 伺服跟量测装置 下一小节 我们将介绍电脑素质控制的座标系统 我们下期见 让我们下期见 时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